Hello,大家好,我是时轩。 今天我要为大家带一个静心, 它的题目是《赞叹功德佛的静心》。 现在让我们盘腿, 挺直我们的脊椎, 放松我们的全身, 慢慢地闭上我们的眼睛, 让我们把一天的忧虑, 烦恼都放下, 专注在呼吸上, 吸,呼,吸,呼。 好,现在让我们观想, 赞叹功德佛从高维度来到了人间, 来为我们加持。 赞叹功德佛做着粉红色的年花, 闪发着金光闪闪闪闪的光芒。 赞叹功德佛把爱的能量光传递给我们。 这股能量光, 这股能亮光, 导入了我们的顶轮。 顶轮生开出了紫色的年花。 接着, 来到了我们的眉心轮。 我们的眉心轮生开出了电色的年花。 我们的眉心轮生开出了电色的年花。 接着, 来到了我们的喉轮。 我们的喉轮生开出了蓝色的年花。 新轮生开出了绿色的年花。 太阳轮生开出了黄色的年花。 秦轮生开出了绿色的年花。 最后, 来到了我们的海底轮。 我们的海底轮生开出了红色的年花。 这七朵彩色的年花。 这七朵彩色的年花。 都变成了一盏金灯。 观想自己是一桌灯塔。 把我们的光都散发出去给每一个人。 让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新灯。 那束光就是我们的新灯。 也是我们的慈悲心。 在海上浮沉的人, 看到了这束光能辨别正确的方向和回家的路。 南无赞谈功德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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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谈功德佛是三十五佛之一。 记载于佛经、大宝济经、卷九十。 幽玻璃会以及决定皮尼经。 战谈功德佛是八十八大忏悔文的其中一尊佛。 位于佛陀的西北方。 佛陀佛是八十八大忏悔文的其中一尊佛。 辞颂此佛号的功德能消过世身中阻止斋生的罪业。 。 正谈光者,任颜云,智得新开,如然相忍,深有相气。 在西游记中,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取得真经后,被如来封为赞叹功德佛 拿摩赞叹功德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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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现在让我们把这曙光慢慢地扩大扩大 扩大到我们的亲戚朋友 老师,同学,校长,父母亲,兄弟姐妹 让他们能够健康平安 接着,带着我们把这曙光再扩大扩大 扩大到包围整个地球母亲 让世界祥和 让世界祥和 国泰民安 好,现在让我们 把这曙光慢慢地缩小 缩小 缩小到了我们的心轮 谢谢赞叹功德佛的加持 谢谢父母亲 谢谢父母亲 谢谢兄弟姐妹 好,现在让我们 做三次最后的深呼吸 呼吸 呼 呼 呼 好,现在让我们 慢慢地睁开眼睛 现在让我们来做个回向 回向一切众生 能增长寿命和福慧 断轮回之根 凡有所求 无不如愿 好,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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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